整齡的到齁 第五 我們拍攝出來的 第五 補充電王 第六 補充電王 第五 補充電王 第五 補充電王 第五,補充電王 補充電王 補充電王 等一下 要不要玩啊 還沒講就笑了 好的,由我先攻 補充電王 什麼啦 你有病啊 不行了不行了 有先攻 我們兩個完蛋了啦 哪一個卡通人物最容易出球 對不起 你怎麼了 請問哪個卡通人物最容易出球 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他每次出場都會丟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要把他臉掉出去 原來我不只有黃色笑話才會笑 有一天小美問小明說 嗯 為什麼 有一天小明問小美說 我這樣錯了 你要不要再看一次再講 哈哈哈哈 有一天小明問小美說 我好像變胖了 小美你說呢 然後小美就說 這個好肥男喔 如同以往 我帶了有顏色的笑話來的 有一位在封城打滾多年的女子 她想要做陰道緊實手術 於是她去到婦產科 醫生我那邊真的很大喔 你不要嚇一跳 然後醫生 就幫她看著的時候 醫生果然就說了 哇真的好大喔 好大喔好大喔 然後這女子就有點不開心 我已經跟你講我那邊很大了 所以你為什麼還要再講這一次 然後我就說 蛤 我只有講一次啊 蛤 蛤 怎麼會放 因為是回音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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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險套破掉 拆一間餐廳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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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體重65公斤 但是他有很嚴重的便利 於是他去看了醫生 醫生就給他的晚常藥 他就說你的大便總共有5公斤 所以你大出來一定會輕很多 上完廁所之後 他馬上跑去量體重 但是他還是65公斤 為什麼 他沒有搭乾淨 因為 他搭在褲子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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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爸爸快要過世 他就把他的兒子叫到床邊 是要讓他們明白團結的道理 他就叫老大說 把一根筷子折斷 老大呢迅速就把筷子折斷 老爸又讓老二把四根筷子折斷 老爸又把筷子折斷 老爸要老三把一整把筷子折斷 老三也就把他折斷了 這個時候三個孩子問他說 爸爸 找我來有什麼事 爸爸說 沒事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事你還笑 哈哈哈哈 你也笑了 你也笑了 有一對夫妻呢 太太懷孕了 他們每一次太太都堅持繞到很遠的婦產科去看醫生 先生就很納悶 他就問他太太說 這位醫生人很老 也沒有特別帥 難道說是醫術特別高明 他太太就很害羞的跟他先生說 不是 因為他的手會抖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嗎 你聽得懂他比較舒服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來來想變好髒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結束 感謝視頻來參加我的冷笑話比賽 欸這次為什麼我講你都懂啊 好 可能久了我又慢慢的長大了 哈哈哈哈 你聽得髒了 哈哈哈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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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分享 也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收費小新看 按鈴鐺 還有要訂閱蘇穎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